今天薇薇要帶著大家到香菇農場 觀賞特殊的菌菇類 再到造紙場去體驗造紙DIY 接下來我們就到休閒農場去品嘗午餐 再接著到埔里酒莊去品美酒 最後就到埔里農會買伴手禮回家哦 想到埔里旅遊 您可以開車經台十四線 或是果道三號通過到六號 即可到達哦 高耸的地標明媚的風光 新鮮的空氣 碑紋上四個山清水秀的大字 完全把這裡的特色一語道破 而這個石碑可是有來歷的哦 你們知道我現在在哪裡嗎 我現在的地方就是台灣的地理中心 也就是台灣的中心點了 所以現在如果我環繞它一圈 就等於是全台灣最小的環島嗎 跟大家開個小玩笑啦 那這個台灣地理中心碑呢 其實就是位在埔里這地方 今天我們就要好好拜訪埔里 這個美麗的小鎮囉 從傳統的栽培方式到緊密的科學方法 一直到要結合觀光休閒的形態 埔里的農業發展就像是台灣農業發展的縮影一樣 由於氣候適中加上有優質山泉 還有地理位置非常的好 所以埔里呢一直是農產品盛產的地方 而菌菇呢就是其中一種 這間香菇農場成立於民國五十五年 占地有三公頃 主要製造各種食用 要用菌種 供應國內外農場栽培 民國九十一年底 又配合政府政策推展休閒農業 將原油廠房設施加以規劃整理 菇類產品獲得磁心有機認證的香菇農場 也是目前台灣菇業品項與質量最好的上游農場 磁心有機認證是由農委會輔導 並且合合授權的有機農產品認證 財團法人磁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 主要是想透過教育 關懷銷售等活動 落實服務有機生產者 銷售者及消費者 你們知道這個是什麼嗎 這就是武俠小說裡面常常會提到的靈芝 那它跟其他的美味的菇呢 都是屬於菌類的一種喔 那我們一起來農場看看究竟它們是怎麼樣培育出這麼好吃的菌類吧 健康的活靈芝 從菌種生長所需的木屑發酵混合鴨包 也就是俗稱太空包的製作 到殺菌、冷卻、接種、出菇 全程都受嚴密的管理與控制 確保各種菇類或靈芝都保有最佳品質 看到沒有 農場裡面所生產的各種菌菇呢 都是在嚴格把關下的健康寶寶喔 那一般遊客呢 來到這裡呢 可以親自從重菇、采菇、吃菇中 得到難得的旅遊經驗喔 自己親手採新鮮菇類 感覺特別有趣耶 你家日常當中我們會接觸到的紙 使用到的紙 它是怎麼製造而成的嗎 這家紙工廠成立於1979年 所生產的紙類品質優越 目前以出口貿易為主 外銷區域遍及60多個國家 2006年起 廠方還將部分廠區改造成 充滿藝術氣息的首創館 提供遊客欣賞紙的藝術及創作 了解造紙的過程與製造 還能體驗完紙的樂趣 一進來到這個紙的首創館 你會覺得好好玩喔 光是它的外觀就很像是一個 五彩繽紛的大型禮物盒一樣喔 那說到造紙啊 其實是中國呢 對世界文明影響重大的發明之一喔 那究竟紙是什麼製造而來的呢 它又可以做成什麼樣的紙製品呢 就跟著我們一起進去看看囉 走進館內 用歷年來的產品堆積成一整面的紙捲牆 就是個頗有創意的藝術品 順著參觀路線 原始的紙製品及說明 讓我們了解造紙的步驟 及古今造紙方法的變遷 到了展館的二樓 另一面紙牆則展示了現在的成品 現在啊我們看到這面牆呢 就是呢 牆內呢外銷出去的紙 全部通通在這裡了 而這面牆的名字呢 就叫做萬紙千紅 很特別的是啊 這當中呢 每一張紙呢 都有一個特別的小故事 可是呢 聰明的維維我 這時候就發現囉 大家可以看到 這當中有一百 你可以發現中間紅色的字樣呢 就是一百 黃經理這該不會就是為了 紀念民國一百年吧 對對 沒錯 他就是為了慶祝一百年 然後我們同事 就大家一起徹夜把它完成的 可是我聽說裡面 有很多的小故事耶 你可以隨便替我講解一個嗎 哪一個你有興趣的 我覺得這個好特別喔 這一個 因為我一般想到紙類啊 你就會想到是光滑的表面 可是它看起來好像是皮革 就連觸感跟一般的紙 好像也不大一樣 我以為見多視廣喔 是的確 這張皮其實是我們整面 萬紙千紅牆裡面最貴的一張 這張其實主要是到 義大利跟西班牙的 喔 為什麼 看一下你手上的包就知道 哈哈哈哈 就是這個啦 我相信這個包是所有女生 夢寐以求的包 所以這個紙 是為了要做這個包而設計的嗎 不是 不是喔 講太多了 它其實主要是包裝用的 它是美術紙的一種 這個我們只是把它做一些 手工一個應用而已 讓你知道紙的變化有很多樣 就讓大家來到這裡 其實可以更多了解紙 畢竟紙是日常生活當中 我們常常會看到 常常會利用到的 可是你沒有想到 它有那麼多的多樣性 在這裡你可以細細的了解到之外 小朋友們也可以透過 實際的操作演練 去更喜歡紙張 然後更滿意 自己創作出來的作品對不對 對 除了紙之外 在這裡還有很多的紙製品 你看 就連這個花瓶都是紙做的耶 除了紙品展示區 可以選購你喜歡的紀念品之外 在這裡還有DIY教室喔 讓我來想想 待會兒要做什麼點好呢 來到DIY教室 首先要準備的就是 剪刀一把 跟熱熔槍一支 另外也要選購 你想要做出來的成品 在這裡會有材料包 而材料包價錢 大約是50元到300元不等 今天我要做的東西 就是這隻兔子 如果我成功做好 成品就會像是這個樣子囉 過程大約要30分鐘 究竟我可不可以做出 這樣一個可愛的兔子呢 現在開始囉 親手做的樂趣就是能讓作品 融入創作者 個人獨特的想法 展現個人風格呢 我們一做的這個紙兔子呢 就已經完成囉 你們看合不合格呢 在這裡呢 你不只看到紙的完成 你還看到它的多元性 還有可能喔 所以建議大家呢 有機會呢 親自來這裡感受一下 紙的魅力囉 結束了一個早上滿滿的行程之後呢 又到了吃午餐的時間了 今天呢 我們要介紹的呢 是結合了埔里的精緻農業 跟美食民宿於一身的 休閒農場 如果你想像中的農場 還是木屋圍梨的景象 那就落伍囉 其實現在台灣已經有很多 既有現代設計美感 又內涵豐富的 多元化精緻休閒農場 這裡怎麼看呢 都很像是一個歐式大花園耶 一點都不像小巷中的農場那樣子耶 一進來呢 就可以感覺到整個綠意傲然的 今年來政府大力倡導 精緻農業 與配合週休二日國民旅遊的 休閒風氣心情 極有鑑於自然生態教育 極落實生態為體 產業為用之重要性 這一間休閒農場 內用現有設備與自然環境多樣性的田園景觀 提供多元化服務 獲得農委會休閒農場標準認證 一同學習自然生態的美麗容貌 園區主要部分約有13公頃 以培養各式鮮花及蔬果的種苗為主 從小規模的苗圃 到現在結合觀光等多元化發展 園內各種設施都是以綠建築概念興建 總共分為花神廟 雨林風情館 蝶舞館 綠雕工園 綠音廣場 都讓人能充分享受大自然的洗禮 我們現在來到的地方是花園宴會廳 你看它有13米高的挑高窗戶喔 自然的採光讓它看起來 就像是個大新溫室一樣 待會我們就要在那麼優美的環境下 享用我們的美食囉 在台灣小間的溫室餐廳裡面 享用的還是花卉大餐 感覺上整個也好像置身在童話故事裡面 我要開始用餐了 好的 我現在加的醬是專業特調的花醬 可以提升精緻的花餐裡面的美味 現在我就要好好來享用一番了 來試試看味道怎麼樣 玫瑰花呢 也可以吃喔 好特別的口感喔 裡面感覺鬆鬆的 可是外皮咬下去呢 是有一點點的脆脆的 然後淡淡的香味呢 瀰漫在你嘴巴旁邊 趁還有一點玫瑰花香呢 在你嘴巴裡面的時候 這時候緊接著就要趕快來喝 玫瑰花醋 好清爽喔 整個身體感覺是沒有負擔的 我覺得這一餐吃起來很美味 又很健康喔 這裡水上的餐廳它是獨立包廂 提供遊客們一個私密的環境釀菜 一邊享用美食的同時 還可以一邊欣賞水舞喔 園區內還有各式房型的 花泉客房以及水上獨立木屋 還有歐式風格的花卉藝站 提供遊客住宿 可以說是食宿娛樂全包了 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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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來到以水椅子文明的埔里 當然一定要來這裡的酒莊一趟 這些酒莊就是當時行政院農委會 為了921重建區所福島設立的 十一階酒莊的其中之一 它就坐落在風光明媚的鯉魚灘旁邊 那这间酒庄呢 他们利用当地原本的农产品呢 以及优良的水质来制酒 并且荣获了99年 农委会评选的酒庄评件特优机 现在呢就跟着我们一起进去吧 酒庄中以玫瑰酒驰名 当年也是遍寻世界品种 才采用花瓣温润 口感香郁的 山形玫瑰当主原料 并以甘蔗发酵珍六酒为基酒 结合而成 在众多以玫瑰为主角的产品中 普里酒庄以珍琴玫瑰酒16度 最获得顾客青睐 不但多年来勇夺各项大奖 2008年 更荣获比利时波鲁塞尔 世界酒类品鉴银牌奖 酒庄自家酿造的好酒 除了最知名的玫瑰酒 还有全台产量第一的百香果 所酿造的百里飘香 以及用午夜松所酿造的养生酒 迷雾森林 想要了解这些名酒的来历 酒庄内都有透明化的制造过程 展示可以参观 生产好酒需要用心 以及优质的原料 还有精准的过程 当然更需要消费者的支持 这样才有良好的产销循环 在这个酒庄里 不止有饭说很好喝的酒之外 另外还有玫瑰花瓣酱的DIY教学 今天就请我们的菜主任 替我好好讲解一番 这个教学过程 还有如何才能制作出 好吃的玫瑰花瓣酱 嗨 瑋瑋你好 你好 来介绍这个花瓣酱怎么制作 好 首先我们要准备新鲜的玫瑰花 还有糖 还有水 还有柠檬汁 这是最基本的配备 来 我们就先从剪玫瑰花瓣开始 这个玫瑰花就是要轻轻地 下去把它剪 剪成碎碎的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 不能用果汁机下去搅拌 用手慢慢地下去把它剪 这玫瑰光这样闻就很香 所以玫瑰花瓣酱 到时候做出来也是这个味道吗 对 味道也是一样的 而且颜色非常漂亮 都没有添加其他色素的 制作玫瑰花瓣酱也是在酒庄 平常我们这边有在给人做DIY 一般游客他有讯息的话 可以直接来这边体验一下 玫瑰花瓣酱的DIY 所以主任我一个问题 像这个玫瑰花瓣要剪多久 变成什么样的状态之下 才可以进行下一个步骤 要剪到都碎碎的 譬如说像以这一桶的话 大概要剪20分钟至少 来 大概就是剪到箱子碎碎的 我们就直接倒到这个 滚的水里面去就可以了 来 然后就慢慢将玫瑰花 轻轻地倒到水里面去 而且是要滚水 然后也是刚开始下去 也是轻轻地搅拌 跟它搅拌均匀 这有比较特殊的一点 就是刚下去的玫瑰花颜色 它会呈现紫色的状态 对 然后加热它会经过化学变化 颜色等一下就会加柠檬下去 会变得很漂亮 过了40分钟后了 现在这个样子就已经可以了吗 对 它大概是已经收汁了 我们就把砂糖加进去 直接加进去就可以了 所以加完砂糖之后 等它滚嘛 对不对 对 等它滚 然后等它收汁 然后慢慢我们就加一些柠檬下去 最特殊的就是在这里 你看它现在颜色是这样子 加柠檬下去 柠檬汁 你看它颜色会产生变化 好期待喔 好 来 加完柠檬汁 你看它颜色变得非常漂亮鲜 对 而且那个香味 整个一直扑鼻而来 所以接下来是不是就好了呢 对 我们就把火关掉 然后等它收汁就可以了 好 火关掉 所以收汁之后就可以把它装起来 储存使用了吗 对 装起来就像这样子一整瓶 就一个商品 它的用途满多的 我们除了泡花茶以外 或者是早餐加在吐司面包 或者是做沙拉 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来到酒庄当然不能错过 一旁有小西湖之称的鲤鱼潭 鲤鱼潭占地20公顷 重着洋溜的桥梯 把鲤鱼潭一分为二 散步在堤上 火光深色令人心旷神怡 您可以选择在潭中骑乘天鹅船 或是坐环潭的小小火车 铺里酒庄临近风景名声的 绝佳地理位置 也是酒庄中少见的 就像香车配美人一样 普里酒庄里的美酒 搭配普里的名胜 真是相得益彰 让人不能错过 除了酒之外呢 物产风饒的普里呢 还有很多优质的农产品 适合当伴手礼哦 可是那么多的产品 总不能每个地方到处跑吧 告诉你最方便的办法呢 就是到普里镇农会了 普里镇农会农特产品展销中心 拥有开阔空间 就像一个大卖场 各种物超所值的农特产品 也很难让人不携拼呢 位在镇上的普里镇农会呢 交通可以说是非常的方便哦 它除了提供农民金融呢 还有推广教育的活动之外呢 帮农民推广他们的优质农产品 这是他们的主要项目啦 现在我就要好好来逛一下农会咯 普里农会里的农特产品种类繁多 且都是挂保证的优良产品 知名的有红甘蔗 小白笋 萝卜 白香果 米粉 香菇 其他如金蟹脸 绍兴米糕 山药 蔬菜 等每样农产品的加工品 大部分都有展售 让你一次构足 其中普里镇农会 山形玫瑰花拌酱 圆铜酒礼盒 玫瑰花醋礼盒 南投茶宴等 更是荣获2011年农予会百大农精品 农予会百大精品 强调严选制造在地生产特色 历年来农委会福岛之农予会 百大精品之农情好礼 已逐渐创造品牌价值与口碑 成为消费者期待送礼 与自用的优良产品 另外电子商务门市 更方便各地民众直接购买 很多人想到最方便 最快速解决肚子饿的办法 就是吃泡面了 可是我现在面前这碗泡面 跟一般的泡面都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呢 它是普利正农会推出的 角白笋泡面耶 很特别吧 你看 里面真的有角白笋耶 好特别哦 普利栽中的角白笋大多属于青蚌种 用泉水种植加上周夜气候温差大 让普利的角白笋颜色漂亮 外形优美有美人腿的称呼呢 一个农会呢就让我学冰都快要拿不动了啦 真是太厉害了 老一辈的人说呢 普利有三宝 甘蔗米粉还有绍兴酒 可是现在的普利呢 已经不止这些宝了哦 因为在农政单位的辅导 还有大力推广下 以及农民本身的努力下 现在的普利呢 已经是个有很多宝的宝库了哦 也难怪日本人啊 会选择普利这个地方呢 来long stay也就是常住计划啦 深藏在台湾的我们 怎么可以错过呢 赶快安排好假期 往土里出发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